生有時 死有時 醫治有時 哭有時 笑有時 上醫醫國 中醫醫人 下醫醫病 上醫醫眉病之病 中醫醫育病之病 下醫醫醫病之病 護理疾病最佳方法 B100有 醫護同行 主持 註冊護士 路遠儀 老人科醫生 莊麗 又來到醫護同行 我們又回來講基因 為何呢?因為接下來我們好像有講座 是的 要令莊醫生更加認識 講座的內容 但是又不關今天的主題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講癌症 今天講癌症 癌症的基因 你說的是Dementia 你說的是認知障礙 但是癌症基因 很早之前一直有人講過 但是不怕瘋癌症的 因為講極都不明白 現在又新了 對 新了 我們講來講的都是Bucker 是的 也有很多東西 所以我們又不同了去講這個故事 每年都有新的東西 是的 我們現在再講一下背景 其實我們可以看看有個網站 有幾張相片 因為在幾張相片裡 我是想有些東西去問的 我們看到博士的網站 有一個叫做遺傳性癌症 我給了你的連結 莊醫生 不見了 只有兩個PowerPoint 對不起 我現在給你 你發給我 因為這個是博士的連結 裡面 算不算核心的一個產品 是的 其實我們的服務 就包括兩方面 遺傳性的癌症 還有一些後天 得到癌症之後 怎樣去配藥 得到一個Precision Medicine 我們叫做 就是標靶藥 或者一些精準醫療上高的服務 所以我們就有兩方面 現在你們在畫面看到的 就是一些遺傳性癌症的測試 舉個例子 例如乳癌 大腸癌 還有就是Postate Cancer 前熱線 是的 這幾樣都會有個測試 可以看回先天基因的風險 只有乳癌 大腸癌 和前熱線 現在最 其實我等一下 都會在PowerPoint說的 現在美國有個叫做NCCN的Guidline 剛剛2021年就更新了那個 這個指引的 這幾種癌症都會建議 患癌的Patient 和他們的家屬都檢驗一下 是不是有一些遺傳性的基因 在裡面 那我也可能會 那這個很新 因為以前都沒有這個 很新的 嘉賴 我們看回網站 這裡都會很專題說 那個篩選 它不是所有癌都會驗到 所以 為什麼我說會在網站上看呢 你就會看到現在 哪些癌症 他們叫做堪稱是會查到 我要再說之前 其他癌都會說聲稱會查到 對 不過就沒那麼準 這個要問回博士 其實我很記得幾年前 你記不記得那些大包圍 有 記得 紅橙黃綠橙橙 我不知道你知道嗎 什麼癌都有 十年前左右 剛剛有人說 它是第一代 然後我們去研究 看資料 然後看起來又說 好像 又不是真的那麼準 不是 你看報告 你說 什麼報告 沒有啊 紅燈不是最危險 黃燈就可能 綠燈就沒事 蛤 你用紅綠燈 跟我做Presentation 我只記得他這樣說 然後又開始被人 然後我說 不可以 只是那套東西 那套東西不可以 很多年前 只是那套東西 五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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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能忘記了 做了五萬元 那套東西 有沒有人做 做了兩個 你忘記了 錢小姐給你的 你忘記了 不是 因為我做了幾個這些 你給了我幾個不同的 我想是哪一套 很多 他們很厲害 找到 我覺得 都會有一群人想做 因為 我們說 都想知道自己 趨向什麼 因為我們剛才 茶餘飯後 因為那次我們說 這是看你有沒有遺傳的基因 不代表你已經發了 已經有 也不代表你身體裡帶著這個病 所以我們解釋得很清楚 是否真的做 他們說也是做的 因為有幾個說家人是有癌症的 是是是是 都想知道清楚自己有沒有這個風險 還有 剛才我們茶餘飯後說什麼 就是我們 因為接下來有一些講座 博士有一些認知障礙的講座 我找一些人訪問他 也有一些人問 為什麼呢 認知障礙 說明的 九十歲以上三個都總有兩個 驗來做什麼 而且又沒有得醫 我剛才 八十歲後 八十歲後 三個又一個 那我說 那癌症也是 那你癌症 我們人生就是必然要死的 那是否什麼都不驗 那我癌症又知道來做什麼 我現在沒有這個病 那不如沒有這些人都會癌 即是知道有沒有遺傳有什麼用 有什麼用 我是有的 不如讓他發了才搞 發了才搞 發了才搞 但我們就算認知障礙都說了 其實之前是明知有這件事 你不是更加 剛才你說什麼 賭錢可以嗎 電競可以嗎 是預防定的 你給一般人機會率高 為什麼不做好自己呢 不過我們看到的早期醫的癌症 是真的好很多 傳活率好很多 yes 什麼情況下的病也是 即是手術又小一點 接著就 五年的傳活率又大很多 在早期 所以 其實我們不能這麼消極的 所以我們看到博士就很開心 為什麼 知清楚不是好很多嗎 我看到博士開心 因為終於有些東西 是比較實在一點的 是的 因為剛才說五萬元那套 博士都瞪了眼睛 我說是呀 堪稱什麼都看到 但我們當時知道的科技 好像遊戲性質 其實那時候主要是 BREAS 乳房 和大腸 BREAS是數據 那個數據是準確的 我們說的是 包覽所有癌症 那套東西 原來都是說數據是怎樣拿 我呢 就說 不知道有分白種人和黃種人 所有的Gene站在一起 接著我就 你呢 這個Gene 不是 specific的癌症Gene 你這群人原來是有癌症的呢 什麼癌呢 就撥入了這個Gene 但不是代表是癌的Gene 總之是很遊戲性質的 我覺得人數多就 有些基因 即是有些癌 它是有 那些叫油膩基因 有一些是 有一些是 的風險 即是遺傳 有一些基因 不是一兩種基因 那些就沒有那麼準 是的 但是就 那時候就大包圍了 就是一個偷餐 總之就找一下 看看有沒有多不多 那種癌症 哎呀我忘記了名字 一條是Full Genes 就一條 哎呀我忘記了名字 總之是一條是全整些 CDDNA 是嗎 CTDNA 就是油膩基因 那些就不是的 油膩基因我們有做過 總之是整條 即是要驗一點 有一個是Full Genes 有些就看最常發突變的 是的 那有些就好像 它解釋給我聽的 有些就是打邊爐 我就跟你打包了 你驗這幾條就可以了 這幾條就代表是有癌 的機會都幾高 就是打邊爐的 打包的 送菜在裡面 就切開了 將jeans一條條切開了 看你什麼都要配進去 它有些是方法 那它說呢 如果用去打邊爐那些 包好的包裝那些 那些 成本低很多的 它用Hull Genes 檢查你的那些 成本高很多的 所以你做那個就五萬多分 因為整條jean的 sequencing都做出來 是的 它類似這樣 但是準程度 還是有差異 你想想想 那麼多年前 但是已經是趨向 即當年的技術 已經是最好的了 當時 是因為已經趨向看 所以現在到看博士 你真的挑回我們七八年前的事 即當年的癮 是啊 真的我們不斷研究 到你的時候 我們只是認知 Barko 1、Barko 2是最準的 然後就有標靶藥的出現 現在已經是指了 然後有標靶藥 原來是因為DNA 配合藥物 所以是越來越精準 你是哪一個jeans有問題 那你就真的看了 然後就有些Circle的DNA 那些有另外一樣東西 所以我們有分兩種DNA的測試 一種就是 你看看有沒有帶有遺傳性基因 這個其中一種 另外就是 已有不正常的癌細胞的時候 你去檢測究竟那個癌細胞 是屬於哪一種癌 以及適合哪一種藥物 兩個大方向 對 那我們看到在博士的網站裡面 胃癌已經是準成度高 胃癌也是有一些很準的 一些叫做遺傳性的 即是說的是有那個遺傳基因 我想說已經是 提升那個發病機率 但是都分開了 剛才John醫生也提過了 有兩部份的癌症 有些主要是屬於後天因素 誘發的一些癌症 有些是先天因素比較重的 例如Braca 即是乳癌 屬於先天因素也挺重的 一會兒我都會有一張 slide 會講 有些後天因素重的 例如什麼呢 肝癌 這些可能是吃煙喝酒肥胖 或者一些生活習慣 是主要成因的一些癌症 所以也可以把這些癌症粗略去分類 究竟先天因素 後天因素 和基因當中contribute 即是中間的成份是多高 都可以有得分 嗯 接著 肺癌 剛才看到 接著又有 前列腺 前列腺 嗯 沒錯 接著我們又會見到 乳癌 因為乳癌 即是比較最先 即是說有 卵巢 即是女性那些 是的 然後包括 接著就是 其實只有兩三隻 如果這樣說 乳癌已經說了很多隻 不同的檢測 你現在反而我們 即是比較少見 就是 胃 前列腺 是的 胃前列腺癌 胃全性前列腺癌 真的不知道 是的 是的 其實 BRCA12都會影響 男性前列腺癌的風險 這樣 是的 因為其實BRCA12 你可以說是一個 檢查你DNA 有沒有錯誤的一個基因 如果BRCA12壞了 就好像沒有了風紀 風紀本身的崗位 就是看看有沒有壞學生 一些壞的特別 然後改正它 沒有了BRCA12這個基因的存在的話 或者它壞了的話 就會影響到患癌的風險 無論男或女都會有這個風險 嗯 嗯 所以我就看到 我說原來 多了 其實BRCA12 你們現在說 胃 卵巢 和腸 是嗎 胃卵巢 跟著就是 前列腺 是的 那這幾樣東西 那那個gene的學名是什麼 其實這個我們叫做 heritory cancer test 是 胃兒傳性癌症 基因測試 是 那會不會好像說 Barco1 Barco2 我常常都認識這兩隻 就是有個名字 這條gene一出就有問題了 有沒有 好啊 不如我又展示那張slide 其實有個表 那就是在 噢 看到了 這裡有個table 我不知道 我們一會兒說 是的 那就是說其實是有的 有的 但是現在這些gene 是否 怎樣去發現這些是related呢 都是美國 那裏告訴你 主要是美國的數據 是的 但是香港呢 部分基因都有數據 例如什麼呢 Barco1 Barco2 已經在亞洲人 reproduce 了這個數據 都在亞洲人適用的 是的 那其實是否真的有分不同種族的人 有不同的gene的問題 沒錯 那有部分的種族 例如 Ascanese 或者Jewish 就是猶太人血統 它患癌 帶有 Barco1 Barco2 這個特變的風險的話 它比亞洲人的風險 是會再高多 差不多一倍 嘩 那我想問 其實我們有沒有亞洲人的數據庫呢 在這裡 其實現在還是在起步當中 哎呀 誰正在做呢 就是現在CU HKU 都有一些研究是在做這方面的 但是那個data size 都還是停留在幾百 那個level 幾百 那美國呢 美國呢 現在有一個很大的data base 叫做The Cancer Genome Atlas 裡面已經有過萬個基因組在裡面 就是全部都是患癌的數據 那也都有一個另外一個data base 都是非常之大的 所以現在主要數據都是在西方國家那裡去做 但是所以就 就是會在你認知裡面 其實真的種族是有影響的 絕對是有影響 那其實我 香港應該做多一點的 比以南 香港人是多很多 廣東人是多很多的 那問題數據庫那裡 其實我們 其實香港大學兩家 夠不夠能力去back up一個數據庫呢 我想呢 就單純靠香港 都未是夠的 夠的 我想都要夾一些 國內 鄰近的城市 例如大灣區 或者是亞太地區 因為那個數據不夠 其實是真的看不到那個問題 或者是Gene在哪裡 沒錯 我們應該是找回一些黃種人 是的 因為他們是要分的 我記得 因為就是玩遊戲 如果分是分 白人 黑人 黃種人 還有沒有分的 還是分到是種族呢 甚至是北方人 和南方人 已經差很多 是的 甚至中國 什麼叫北方人 南方人 因為北方人 我們看回基因圖譜 北方人 和南方人 自己的基因 都有幾個百分 即是 例如蒙古人 和香港人 就不同了 是的 其實沒錯 即是 一些基因特變 他們的基因特變 其實 分佈是很不同的 嗯 所以其實 即是靠香港 即是美國 北美和南美 都不同 但是他們 歐洲 和北歐 南歐 都不同了 即是同一個 即是 同一個國家 即是同一個地區 即是 即是八種人 即是八種人 他們都有分別 是的 我想問 其實現在美國那一套 都沒有辦法 因為數據庫最大是它 是的 我們某程度上 都是應用的 是的 其實現在 大部份 香港癌症科的醫生 都是用一些 美國的guidlights 最出名有兩套 其中一套 就叫NCCN的guidlights 第二套 就叫ASMO ESMO的guidlights 這兩套 都比較多 香港醫生去採用 都沒有辦法 數據庫 即是他們是最大的 你知道那些醫生 一定是看文言 不是英俊美的 看完數據之後 如果沒有癌 你會不會造成一個恐慌 那我是不是很大機會 如果我有癌 就好 即是我正在用現在的一套 當然是驗 但我沒有癌 的時候 我又驗到這套 究竟在醫生的界別裡 究竟如何去present這一套 我們休息一下 回來再談 生有事 死有事 醫治有事 哭有事 笑有事 上醫醫國 中醫醫人 下醫醫病 上醫醫眉病之病 中醫醫肉病之病 下醫醫醫病之病 護理疾病最佳的方法 B100有 醫護同行 主持 註冊護士 路遠儀 老人科醫生 莊麗 基因特變 其實跟癌症有什麼關係呢 其實癌症 就是一個細胞裡面的基因的疾病 即是說癌細胞本身的基因是改變了 這個基因的改變 其實可以分成兩類 第一類就是 在癌症病人裡面 其實每一個身體 每一個細胞都有這個基因特變 而這個基因特變 是在它上一代 遺傳下來給它 這個最常見的例子就是一些遺傳性的癌症 當然遺傳了一個基因的變異 不等於一定會有癌症 其實都是一個風險來的 舉個著名的例子就是一位明星 Angeline Jolie 它是遺傳了有一個增加患癌病的基因 叫做BRCA1 如果有這個基因在身體裡面 它患上乳癌的風險 有大概百分之八十 患上卵巢癌的風險大概百分之五十 同時也是增加患上其他癌病的風險 如果以男性來說就是前腺癌 在男女性裡面可能大腸癌和疑腺癌 的機會都是增加的 遺傳性基因而增加患上癌病的風險 根據估計大概有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 但是當然這個數字會隨著 我們的基因檢測的技術 越來越進步 這個數字可能會增加也未定 但是到目前來說 絕大部分的基因突變 我們發覺都是主要在癌細胞裡面才發生 即是說這些基因突變 是不會傳給下一代的 也都不是因為上一代傳給它 所以舉個例子 譬如肺癌 最常見的基因突變 在亞洲人來說 就是醫次一發我來的基因突變 這些突變通常都在肺癌細胞裡面發生 這些基因突變 當然不同類別的肺癌都會有不同的基因突變 所以在臨床來說 我們很多時候都會檢測 有相應藥物有效的治療 所以我們才會檢測 目前來說 除了ECFR以外 我們會測試 ALK ROS1 BRCA BRAF RAT RET MED MET 和ANTRAC 這七個基因 當然這個名單會越來越長 因為我們發覺越來越多藥物 可以處理不同的基因突變的話 我們所測試的要求和需要 就會越來越多 我聽說市面上有很多測試癌症標記的方法 到底有多少方法呢 歐醫生可不可以講一下 測試癌症標記的常用方法 主要分成幾類 第一類就是測試基因排序 我們可以用一些PCR的方法 中文叫做聚合梅連鎖反應 第二種方法就是用傳統的基因排序 英文可能是Sender Sequencing 這個測試到DNA裡面有沒有突變 有沒有一些DNA裡面的變化 但是當然通常說這些都是測試單獨一個基因 另外一些就是測試基因的表達 尤其是它的蛋白的表達 我們有一些叫做Immunohistochemistry IHC 中文名叫做免疫組織化學掩飾法 譬如在肺癌來說 我們最常利用這個方法來測試一個叫做PD-L1 這個PD-L1就是可以預測到病人的肿瘤對免疫治療有效的機會 當然其實都可以測試一些其他基因的表達 譬如甚至ECR、AOK、ROS1、ROS1這些 其實都有人用這些方法去測試 但當然很決定於臨床的研究 在藥物裡面它是用什麼方法 通常我們會跟著臨床研究的方法去做檢測 因為變成臨床的研究結果可以直接使用 另外一些方法就是FISH 中文名叫做螢光圓位雜礁技術 這些對於一些融合基因的變化 是可以說是一個標準來的 是一個黃金標準來的 在肺癌來說最常用這個技術 就是譬如有ALK融合基因突變 或者ROS1基因融合突變 我們很多時候都會用這個方法來測試 最新的方法也是最快捷 以及可以一次過測試很多基因的方法 我們叫做次代基因排序 英文簡寫NGS Next Generation Sequence 這一類方法將會是越來越重要的 因為第一就是有效藥物 醫治不同基因變化的方法 越來越多 所以我們需要一次過在有限的樣本裏面 去測試大部分基因可以有藥治療 如果是逐個基因測試 這次所需要的時間和樣本也是相當多的 所以變成不是太可行 所以NGS也都是越來越廣泛的使用 在例行的腫瘤治療方面 讓我問多個問題 剛才說的南北問題的分別 博士你知不知道為什麼 是因為人類遷律的問題 還是因為環境造成的基因特別是有分別呢 其實因為以前的人 沒有那麼交通上的 或者他們聚居的問題 變成有一些 我們現在講的是一些遺傳性的基因 他們本身聚居的時候 他們很難去通分和其他種族 變成了北方的人主要和北方地區的人去衍生 繁殖下一代 南方人也是 這樣 是的 所以會有一些基因的變異 就是專門那個群組是自己有的 以前就沒有那麼容易把基因傳到其他地區 沒錯 現在就容易很多了 現在就容易很多的 所以也有人看過演化過程 去到近代又怎樣呢 或者未來又會怎樣呢 是的 例如現在的人類的基因已經混亂了 是的 你課師會有什麼情況發生呢 其實現在會是一個spectrum 一些原生的民族 例如一些比較小的國家 比較相當的國家 例如冰島這些 它的基因就還是很單一化的 在一些比較多種族 多民族的地區 例如美國 香港 那它就會開始有一個mixture的event 我們可以透過一個PCA的analysis 就可以看到它究竟每一個種族的component 所以現在有些公司做到素緣 就是種族素緣的分析 就是看到你的基因 有多少是華人 多少是歐洲 多少是非洲 多少是美國的血統 很可愛 可以看到 是的 我知道 有些人混合到都不知道自己是 屬於哪個會比較大 屬於哪個 你百種人得來 為什麼你這麼黑 你父母是百種人死了 都不知道 有了 之前混合了什麼 為什麼你兩個父母都不是種族 為什麼你這麼像印度人 兩個都 有了 最近有了 是的 可能就是博士 可以做到的 可以做到的 可以推翻到 即是古時的祖宗 究竟是有什麼基因 多少個percent 可能是祖祖父母 可能有 好 那我們講講PowerPoint 因為那裡就是精髓了 博士幫我們準備一下PowerPoint 那下一張 是的 博士不慣 可以講講 是的 剛才我們很開頭的時候 就提過有兩種基因的特變 第一種就是發生在體細胞 就是什麼呢 就是你身體裡面那些細胞的基因特變 那這些基因特變呢 就是在後天去獲得的 那通常呢 就發生在一些身體器官的細胞 那例如可能 因為吃煙 喝酒 或者一些比較壞的生活習慣 導致這些身體 吃鹹魚 吃鹹魚裡面的防腐劑 都可能會使身體細胞有基因特變 嗯 但是呢 這一類型的基因特變呢 就不會遺傳的 因為只是局限於在身體裡面的細胞 沒有影響到一些精子卵子的基因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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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另外一種基因特變是什麼呢 就是伸直細胞的特變 這些就是父母遺傳 也都會遺傳下一代的子女的 那這些就局限於在精子卵子裡面發生 嗯 那也是有遺傳性的 嗯 那麻煩下一張 精子卵子是否特別容易突變的呢 比起平時的細胞 其實呢 就 本身它是 多樣性會比較高 嗯 因為呢 精子和卵子呢 分別只有一半的基因 就是正常人呢 是有齊齊 就是父母遺傳 是一坨 一坨 但是伸直細胞呢 就只有一半的 嗯 但是這一半裡面 它的多樣性會比較高的 嗯 好 是的 那下一張呢 那就是體細胞特變 那體細胞特變 我們剛才已經講到 就是一些 只是身體細胞上高發生的一些基因特變 嗯 但是這些一些特變呢 很多時候是會令到 細胞不受控制去生長的 那有什麼原因是導致這些基因特變呢 那例如輻射啊 病毒啊 痣癌物質 一些有變劑 一些氧化劑 都可能會引起的 那大概95%的這些基因特變呢 是由環境因素引起的 那好啦 那你會問 那這些基因特變 就算我出街 可能曬一下太陽也會有 那為什麼這麼害怕呢 那其實就看看你好不好幸運 萬一這些基因特變 打中一些很critical 很重要的基因呢 例如其中一個 叫EGFR的基因 萬一打中這條基因的話 那就會 我不知道我打不打中的 GFR就是肺癌 肺癌 肺癌 打中這條基因 就肺癌的 那怎麼打中啊 紫外線 整個身體照 這些就是random的Effects 嘩 即是事也命也 但EGFR的基因是哪裏的 EGFR其實本身是控制 在除了肺癌那裏 其實是大部分細胞都有 就是啦 那陽光射下來 紫外線 整個身體都有 是啊 你吃了東西之後 整個身體都有 即是進入去的 那些字眼 是啊 所以就看看那個 就沒得遠 沒有的 其實這個 都是體彩素 有些人一輩子吃煙 一輩子喝酒都沒事 因為他一直都 前天我才談過這個 topic 那些人問我 我看到我右手邊數下去 你全部都吃煙 哎 老姑娘不是的了 吃不吃煙 都沒什麼關係 吃煙又未必有癌 吃煙又有癌 那這個數字實在 是證明了 即是有些人 即是有些人 吃煙痣癌一定是多一點的 是啊 是多一點的 可能你射一槍不中 可能射十槍 有些人經常吃煙的 就等於被人射多幾槍 噢 不吃煙那班就沒有 一槍就中了 所以就解得通了 是的 那有沒有東西防備呢 有的 其實這個縮圖裏面 都有說到 就算可能有EGFR mutation 影響了細胞生長異常都好 嗯 其實已經有一些標靶藥 例如我圖裏面 可能小隻了一點 那個字 就有一隻藥叫做 Alotolib 就專門抑制這個 EGFR的基因 嗯 讓它可以令到肿瘤 可以消除 因為它專門抑制 EGFR 噢這個已經是醫治了 是的 是的 所以為什麼要看 一些身體細胞 患了癌細胞 裡面的基因 是這麼重要呢 就是因為 我們知道是什麼 突變的話 有藥 可以針對 給標靶藥 或者一些免疫療法 麻煩下一張圖 其實這個標靶 有很多 這個輪盤 你會看到有很多範疇 嗯 我們叫做一些 癌症的特點 Hallmark of Cancer 萬一這些 有導到身體基因 突變的一些因素 是打中以下這麼多種基因的話 例如一些基因 可能是負責抵抗細胞死亡 打中這一類基因 那細胞就不會死了 就會繼續在身體存活 嗯 那有些基因 如果打中有道血管 新生的基因的話 那變成那些細胞 就有很多血 很多營養供應給它 那它就生長的速度快了 嗯 那有例如 那個基因突變 打中免疫細胞 免疫那個基因 控制那個基因 那它不會被白血球消滅過 萬一它出錯的話 那也會導致癌細胞 那如此類推 其實這些基因突變 打中這裏 隨便這個輪盤 任何一個趴肥 都可能會引致這些癌症 那所以我們現在看到 為什麼有這麼多種類型的標靶藥 這麼多種類型的癌症的藥呢 就因為這些不同的標靶藥 其實抑制的東西都不同 有些可能抑制血管伸身 有些可能抑制細胞死亡 就是這樣 因為看到那個特點 而我們就會看到 原來我們針對那個特點 就可以處理到那個病 沒錯 那真的差很遠 所以那個DNA的測試 這麼重要 那一會兒我們也會有些片段 去看那個基因的突變 或者是一些原因 可以解釋一下基因檢測 和癌症治療的基本認識 那回頭我們再談一下 生有事 死有事 醫治有事 哭有事 笑有事 上醫醫國 中醫醫人 下醫醫病 上醫醫美病之病 中醫醫肉病之病 下醫醫醫病之病 護理疾病最佳的方法 D100有 醫護同行 主持 註冊護士 路遠儀 老人科醫生 莊麗 歐醫生 DNA的測罪技術進步了這麼多 在腫瘤醫學上的應用 又很常見 但是其實他們有什麼標準呢 最重要的標準就是 究竟這個測試 是對病人有沒有幫助 決定一個基因測試 有沒有幫助病人 其實跟評估一隻藥物 有沒有效一樣 我們經過臨床研究 看看如果用了這個基因測試之後 究竟可不可以延長病人的生存時間 或者是改善他的生活質素 所以如果是一個有效的基因測試 在腫瘤科裏面 其實這個測試出來的基因改變 我們應該要有一個有效的月份去治療 還有當然這個測試的方法 要有一個準確性 還有一個一致性在這裏 到底這個NGS可以幫醫生和病人 帶來一些什麼東西的資訊呢 而醫生又可以怎樣透過NGS的資訊 去幫病人設計一個個人化的治療方案呢 Rachel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好的 這些NGS的數據 其實我們就可以找到一些 和癌症相關的一些基因特變的訊息 這些訊息主要就是包括了 譬如說一些點的特變 或者是有一些小片段的特變 另外一種就是我們叫做基因的狂爭 相對應就有基因的缺失 還有還有一類我們叫做免疫治療相關的指數 包括了譬如說TNB MSI這些 除了我們說到這些基因的特變的訊息 可以幫助到醫生和病人 看到有一些基因特變是關於一些 藥物反應有效性方面的一些資訊 除了這些之外 其實還可以幫到醫生 找到一些抗藥的一些基因特變 還有有一些基因的一些藥物方面的代謝 毒性方面的一些基因特變 通過拿到這些訊息 醫生就可以提前預知到 那個患者可能會有 藥物抗藥性的問題 或者是有些副作用的問題等等 除了這些訊息之外 還有一種我們可以定期對那個患者 做一個抽血的動作 抽血之後就可以定期對那個癌症 治療之後的病情做一個監控 就可以看到經過治療之後的 癒後的情況 或者是有沒有轉移 腐發 或者是有沒有抗藥的基因走出來 都可以幫到醫生和病人 如果有些癌症病人想做基因檢測的話 是不是可以直接聯絡基因檢測公司 那個流程又會是怎樣的呢 首先我們就推薦一些患者 應該要首先咨詢自己的主診的醫生 比如說歐醫生 醫生就會根據那個病人置身的情況 幫他選擇一個適合一些的測試組合 接著那個病人就會簽一些同意書 接著我們收到同意書之後 就會通知病理科跟他們做一個撤片的流程 接著病理科撤完片之後 就會將一些片送來一些測試公司裡 測試公司就會針對一些撤片進行一些質量的測試 Pass了一些質量測試之後 就可以進行NGS的動作 做完NGS之後 我們就會針對那些NGS的結果進行分析 就會出一份report 接著那份report就會寄給醫生和病人 到時譬如說歐醫生就可以根據那份report 就可以幫病人選擇一些適合的治療方案 講了那麼久 到底是怎樣抽到那些組織做基因檢測的呢 那個過程是怎樣的 要搞多久的醫生 要視乎各個病人的情況是不同的 剛才講的杯系基因突變 其實是病人的每一個身體上的細胞都有這個突變的 所以相對簡單 因為最常用就是可以抽取病人的血液 因為血液裏面有白細胞 這樣我們提取血液裏面白細胞的DNA 就可以作出檢測了 相對創傷性是非常之低的 但是在體細胞突變的情況之下 即使大部分腫瘤 其實它的基因突變 都只是在腫瘤裏面的癌細胞裏面發生的 所以我們就一定要抽取癌症病灶裏面的細胞做一個檢測 這樣就決定這個位置在哪裏 如果在一些表面的地方 譬如在一些很容易摸得到的淋巴屋裏面 或者在皮下裏面 這些就相對簡單了 但是如果在內臟裏面 譬如在肺部 在肝臟 或者甚至在腦部裏面 這樣就相當之創傷性 而且也需要一些影像導航 才可以拿到組織出來檢驗 所以用的抽取方法 也不可以用一些很大型的 或者抽取很多樣本的方法 很多時候都有一些針 或者甚至一些幼的針去抽取 這樣拿出來的樣本就相對小 所以如果用傳統的測試方法 可以做到的測試基因的數目是相對之少 幸好現在來說 有一些NGS的技術越來越敏感度越來越高 也需要樣本的體積 也不需要太多 但是無論如何 這個限制就是 很多時候我們需要重複檢驗的 因為隨著治療 腫瘤基因其實都可以產生染變 因為染變而導致有內藥性 當然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都想再驗一驗 腫瘤基因究竟變了哪一個類型 液體活檢就有這個應用 就是我們可以再嘗試抽取血液 驗一驗裡面的浮離基因 看看究竟腫瘤的變化 基因變化是怎樣 但是當然 液體活檢也需要一些 更多的臨床的研究 去確定它究竟用這些結果來指導治療 究竟是否跟我們用組織檢驗 檢測DNA 所得出的結果來指導用什麼藥物治療 是否一樣呢 因為之前的臨床研究 大部份都是用組織活檢來做一個基礎 這個液體活檢的好處 其實就是它比較快 因為它不需要處理組織的樣本 在裡面然後再經過一些程序 才可以提取DNA 在血液裡面就相對比較容易 市面上有這麼多的基因檢測公司 到底應該怎樣選擇呢 歐醫生 最重要就是他們的服務質素 和他們的檢測結果的可靠性 我們要看他們究竟有沒有認證 他們的團隊究竟能夠專業 有沒有相關的專業人員 包括數據分析 和他們的Quality Assurance 做得好不好 另外要考慮就是他們的服務支援是怎樣的 因為很多時候他們需要提供一個 如果對於他們的報告有疑問 或者是需要做一些額外的檢測 或者分析的時候 他們可不可以提供得到呢 當然如果他們在香港有他們的團隊 還有他們的實驗室 這樣這一方面就比較容易一些 另外我們要考慮它的價錢 如果服務是很昂貴 變成了很多時候 病人都可能負擔不起 很詳細的解釋 今天我們就多謝歐醫生和Rachel 和大家分享了這麼多關於基因測試的資料 如果大家還有問題的話 歡迎你在我們下面留言 好 接著我們又看完 原來那個基因檢測 和癌症治療的基本認識之後 我們就要找博士再說 究竟那個檢測是怎樣做 以及關乎抽血 或者是在檢測什麼 我們下一張PowerPoint 是的 其實我們科德斯基因 其實就不是純粹是一間公司 我們科德斯基因 也是政府核許的一間指定研究機構 我們其中一個研究項目 就和中文大學和藥廠一起合作 就看患了肺癌 它裡面的基因組成是怎樣 這個研究計劃 其實為什麼會選肺癌呢 就是因為肺癌是一個香港很主要的 導致癌症死亡的一些case 也是頭號殺手 還有現時很多標靶治療 是給肺癌患者去用的 在右上角的bar chart 大家會看到 頭那兩種呢 包括crisotelib 還有第二種就是EGFR的inhibitor 用了這一類型的標靶藥 相對於傳統的化癌 其實可以提升整體存活率 高達5至8倍 所以我們透過肺癌的研究項目 我們首先會抽取患者裡面的活檢的組織 例如肺癌的話 我們會抽取一些肺癌的樣本出來 然後我們會抽取裡面的DNA和RNA 看看裡面有什麼基因特變 一些常見的基因特變 就在右下角的圖那裡 例如EGFR的特變 ALK的移位 ROS1的移位等等 也有些比較新興的標靶 例如MET Exxon14的跳躍 即是沒有了那個部分 例如HER2的特變等等 我們都會透過這個基因檢測技術 找完這一類型的基因特變出來 我們的病人通常都先做頭三隻 然後做完頭三隻 他有就有 沒有就會做其他那些 是的 公立醫院通常會這樣做 可能私家醫院有一些服務 就是一次已經看完所有的標靶 是的 因為有些朋友都說 都不介意 總立科醫生 不如一次過你做完 全部做完所有的基因 那我又想問 你是政府指定的一個機構的時候 那那些 是不是無論是私家 或者是政府 我發給你的時候 是那一堆東西 就是組織 還是大部分有一個 玻璃片 玻璃片 我們不是用活組織 我們是用一些 貼在玻璃片上的 即是有人割開給你 這樣就夾著 就傳給你 是的 那兩隻呢 怎樣 然後你怎樣拿些DNA出來 怎樣抽 是的 還有多不多 那個片很少 很薄 總之一塊給你 幾個麥克風 很小 要冰著這樣過來 不需要冰 因為它已經加了防腐劑 叫做FFPE 這種防腐劑 加了防腐劑你都抽到DNA 是的 因為我們是有台automation 一個機械人 專門抽取這些DNA 那你有打開片 看不怕 看不怕 跌了 看不怕 我們化驗師很有經驗 就是去處理這些樣本 揭開的時候不是黏的嗎 會的 那那部機 你是不是就這樣 把細胞丟進去 那又不是那麼簡單 因為那塊玻璃片 看那個樣本大小 有些人的樣本比較大 就會找一個Pathologist 就是中文是什麼呢 這個病理學家 圈那個玻璃片裡面 哪個位是癌症細胞 我們把那個圈圈圈出來 那個細胞出來 然後 那一隻東西 對 那很小粒的位 可能有時候 很厲害 那一圈圈圈出來 可能是針頭的位 對 因為有些人做這些基因 他們不是割出來之後 那塊的 那就是不是 有些是抽針的時候 FNAC的時候 抽了那小小細胞 實在是一滴的 對 對 還要分開幾塊片 他要收藏一些不給你的 他要留的 對 那他就留回其中 就是傳其中一塊給你 對 我們一般都要八塊片才做到 八塊啊 對 他真的很捨不得 那我又想想 FNAC 我們經常都有個疑團 FNAC 你抽那塊 你未必抽中的那個癌細胞 對 如果我抽不中 你的DN是否就是驗不到 沒錯 所以為什麼要有個病理學家 都是驗不到 你要有個病理學家 看顯微鏡 裡面的癌細胞的組成有多少 如果太少我們都會reject 可能要再抽過 所以其實FNAC 我們還未解開這個疑團 就是說 都是 就是抽了是就實在 不是都未必不是 最好就要切大塊 有些就做Co-Balapse 就是針比較粗 有些真的不行 就整顆 切 最好是這樣 然後就做FNAC 就是在手術室 立刻就看 什麼 那些是最美的 然後就立刻知道有沒有事 就知道割多少 限制都仍然是在 究竟你抽不抽得中 是 我們就這樣驗DNA是驗不到的 就這樣驗DNA 其實也驗不到的 因為就算 周邊那些細胞 雖然在顯微鏡下 是正常的Morphology 對 你拍科去看 它不正常 但裡面已經有個基因 突變在裡面 只不過它還未變 那又不同 如果拍科看不到癌 那你們是不是都照樣抽DNA 所以我們刮 那時候我們不會只是刮圈的位 我們會刮軟一點 都會看得好些 還有拿出來的DNA量 和RNA的量 是會比較充足 那即使現在除了拍科 就是病理學醫生去看完 斷理癌不癌症 加上DNA就沒有走雞 因為其實你拍科看 細胞已經變了樣子 它看的是DNA 是你 有那個DNA變異的時候 你就看 因為DNA變異 和那個細胞變異 已經是兩馬子 這樣嗎 如果有DNA變異 但它的樣子又未變硬 是的 那算不算癌 其實就在 在細胞裡面 它已經準備會變硬 只不過是前期的問題 真的有前期 那醫生會怎樣做呢 做不做 切不切呢 所以我知道 有些外科醫生 他切那顆腫瘤 也不是只切那顆腫瘤 可能會切多一點 一向的 但問題你又未變異 我現在做了FNAC 那顆腫瘤 那顆腫瘤 不過不是 它有這個也切硬 是的 醫生也切硬 因為它認到DNA 是的 也切硬 只不過 原來乳癌 切一顆 整個腫瘤 還是刮大一點 那你想想想 是因為有時候 我們什麼時候傳給基因 就真的會想 有些人 他未必會傳給 Pathology 拿去做基因 在很高懷疑的時候 我們就會同時做基因 尤其是我們期待那個患者 很大機會 因為家族性又多 很大機會用標靶 才會做 甚至甚至有些 你預料它是癌症 預料會割那些 未必拿去做基因 不要 只要提倡要做 即FNA 那時候我們就不做基因 他們就割了先 然後儲起那個東西 到治療到 真的要用到標靶 才拿出來做基因 其實現在有些guidities 可能是很早期 抽活檢的時候 已經可以用一些標靶藥 例如免疫療法 可以變成一個 PD-L1 對 PD-L1的療法 已經可以是第一線 即使不做手術 即使不做手術 應該要改變 應該要做手術 已經下了一天 其實已經是 當然這個暫時還是 美國是 剛剛2021年才更新的 其實都不得了 我們休息一下回來 再講一下究竟我 怎樣檢查之後 我怎樣去處理這個問題 對 生有事 死有事 醫治有事 哭有事 笑有事 上醫醫國 中醫醫人 下醫醫病 上醫醫美病之病 中醫醫肉病之病 下醫醫醫病之病 護理疾病最佳的方法 D100有 醫護同行 主持 註冊護士 路遠儀 老人科醫生 莊麗 好了 接下來我們再下 PowerPoint 可以講一下 怎樣生殖細胞的變異 對 生殖細胞 剛才開頭 提過父母遺傳的 一些基因特變 其實我們看回 大概13%的癌症患者 都是具有一些 源自家族的 致病基因變異 在一些比較高 遺傳相關性的癌症 例如什麼呢 就是乳癌 兩察癌 胃癌 前列腺癌 和大腸癌 在這些患者裡面 其實30%的患者 都可以透過這些 遺傳性的基因 去改變原有的治療療程 這些數據不是我說的 其實是一個2021年 在一份 很有份量的期刊裡面 出的一個文獻 去講的 舉個例子 HER2 HER2這個基因特變 或者BRACA這個基因特變 是有一些標靶藥 幫助這些癌症患者 雖然這些是一些先天的癌症 基因變異 其實都可以影響到 用藥的guide lines 那下一張 其實這些基因檢查 或者一些基因的 遺傳性基因的東西 都是非常非常之新 在2020年之前 美國NCCN 這個組織 它的指南 只是專注於 BRACA1和BRACA2的基因檢測 但是2021年最新版本 已經是有一個強烈的證據表明 其他的一些基因 都會顯著增加 乳癌卵巢癌的風險 有些什麼基因呢 例如以下ATM CDH1 CHAT2 等等 那麼多條基因 那大家在Screen都會看到的 那下一張sign 那有著這些基因特變 有些什麼的風險呢 其實我們看回 大家最熟的BRACA1-2 其實有BRACA1-2 會提升差不多80%患乳癌的風險 那卵巢癌也同時會提升很多下 那例如BRACA1帶著這個基因特變的話 差不多是提升六成的卵巢癌風險 那就是乳房和卵巢癌都要割了 是的 那為什麼當時Angeline Jolie 切了什麼都切了 因為她就有 是的 她是預防性的一個切除 還有她家族性實在是很多親戚說做這個病 是的 所以現在想起她這樣做都是make sense 是的 當然這些都要大家和醫生談過才好做 就是不要貿貿然去做 那然後呢 現在最新的guidline裡面 都提到很多其他的基因 例如CDH1 原來CDH1這個基因 有突變的話 也都會提升乳癌風險 差不多四成到六成的 那男士都不要那麼放心 掉以輕心 那其實胰臟癌和前列腺癌呢 都是受著這些基因去控制著的 是的 還有很多其他類型的基因 就分別會提升15至40%的風險 嗯 那下一張sign 麻煩 我們先說一下 是的 那下一張sign 也都提到一些 例如MSH2 MSH6 這一類型的基因 那這些基因呢 就不單止影響乳癌 卵巢癌 和胰臟癌 其實大腸癌 是非常之受MSH2 MSH6 F-CAM 和PMSH2 這些的遺傳基因 嗯 那也都還有很多這些基因 那大家在這個screen都會看到 就是 現在的數據呢 已經足以證明 有這些基因突變 遺傳性基因突變 是會提升乳癌 卵茶癌 大腸癌風險 如果呢 我就這樣抽血呢 會不會驗到這些基因的 沒錯 那基本上呢 遺傳性的基因呢 就所有細胞都可以看得到的 不需要透過活檢 是 我們只需要看血 和或者口水 我們在裏面抽取基因 已經可以驗到裏面有些什麼突變的了 咦 那如果我真的有這幾樣東西 我不是應該要緊密和醫生拍拖 這樣可能每年做檢查是focus 就是我要集中集中 最大會變癌的地方去密切去監控 根據美國的guid lines 例如他寫到基督 隨便一些的免疫 那他每年甚至乎每六個月 都要做一個mammography 或者一些預防的檢查 抽屜 其實這幾%是什麼意思呢 即是說呢 他在十年來患癌的風險有多高 即是有基因突變的 有這些基因突變的話 他六成的機會 在十年來會患上癌症 即是由抽血那一刻開始 是的 咦 你公司有得抽完這些嗎 我們是呀 我們有個test 很害怕 都不知道抽不抽很大壓力 抽了就每個六個月都要去驗 人心理壓力很大 是的 這些呢 越早干預 越早去找到出來的話 其實傳活率是高很多 是嗎 第一期 癌症第一期 vs癌症第四期 其實傳活率是差幾倍的 好 滴氣心肝 想一想 好 麻煩 再下一張 是的 也都NCCN的指南裏都提到了 什麼人需要做這些基因檢測呢 其實如果你有親屬是有基因突變 或者你有些親屬是很小的 在說什麼叫小的呢 可能60歲前有癌症的話 其實都有合理懷疑 是一些比較家屬 或者遺傳性的基因的影響 那 以往呢 以往就只是可能是一些 Blocker 1、2才會檢測 但是現在最新2021年的Guide license 已經是建議是做一些多基因的檢測 就是剛才那兩個表裡面列出的一些基因 是 好 那再下一張 其實 我這裡就折錄了一些個人癌症的病史 例如45歲之前確診的 或者46歲至50歲確診 也都有其他另外多一位的近親都曾經患上 乳癌 卵擦癌 胰臟癌 或者有些是60歲之前 確診過三陰性乳癌 或者曾經有三個或以上 近親曾經患過乳癌的話 隨便 match 到其中一種的準則的話 其實都根據美國的加拉醫生 都建議做基因檢測 看看是不是屬於遺傳性的癌症 也看看什麼叫一級親屬 一級親屬就是你直屬的父母 二級親屬就是阿姨 或者其他的親戚 其他這些親戚符合以上的標準 其實都是要做一個基因檢測的 那看下一張 其實上次的talk 都講過了 其實基因檢測可以測試什麼呢 我們已經touch到診斷 可以預測治療效用 亦都可以預測疾病後果 例如那個survival 存活率等等 亦都可以監測復發的 那你的預測那裡會不會有說 你現在是stage two 譬如那個標筆藥又適合你 那會不會預測到我的 那個存活率是有多高的 其實可以根據過往研究 我們可以推算出來的 有時候醫生可能說還有多少年命 其實根據一些過往的數據去看 是可以的 但我們一般報告就不會直接寫 就是 免得 就是醫生說的 是的 有些文獻是用哪種標靶藥的病人 那它五年存活率是多少 就一定有的 嗯 也會說的 那監測復發那裡都是看文獻來決定的 是的 是的 好 那我們來看看最後一張 最後一張就是 我們其實也有一些特定的產品 例如遺傳性的乳癌 哇 原來一堆這些基因 全部關於乳癌 是的 其實已經科技已經做到這樣 好害怕 不是那麼多啊 是啊 沒錯 以前可能只要檢查一兩種硬就算了 其實現在呢 就是科技就說呢 每一種癌症都是很多條基因共同去控制 那會不會 那你有九個基因 就是這九個基因都會牽涉到 譬如乳癌 兩腸癌 那其中一個 都當是這樣的 每一個都有計多少% 每一個都有計多少%的 哦 那我們的測試就 不是單純看基因的 我們也都會看它 它提供給我們的一些個人資料 例如它有沒有近親是有患癌 那有沒有 哦 哦 剔歷史的都要 剔歷史的 它的 age 也都包含它的 例如 那個驚期是有沒有停到 因為都有影響的 嗯 那我們其實都有很多個數據 一起去做這個股算 那就會準確一點 那但是這個股算 應該是在醫生上的 我們會是給個數據 去present給醫生看 那實際 即是怎樣去follow up 我們都會有個 guidize 折錄美國和香港的標準 哦 我明白了 如果說呢 你問譬如 你的月經還有沒有 那些 你會包在你的 kit 裡面 而叫醫生問號 你拼拼拼拼回來 它在我們網上填 那你在電腦上 就會計算到 那個情況 哦 喂 適合你 是啊 好很多 你最喜歡有人幫你做 我看過很多的 report 都是unreadable 對於醫生來說 就是完全 不知道寫文 嗯 加定減 即它只是給我加減你 然後就說完的了 你自己自生自滅 這樣 我自己找數據 也不是那麼容易找到 因為有些是 要付錢的網 大學的網 才有的 哦 是啊 不然我就這樣Google 可以孤獨 孤獨的那些 就不是專業 對呀 它就不會那麼容易讓你看 是 它又不給支持 現在就不同了 差很遠 那我想問一下 莊醫生 如果 有個客人 真的 在你身上 因為其實他未必我要找一個 腫瘤科醫生 如果你有得做 我在你的診所做了 咦我又驗到 那你會怎樣跟他說呢 怎樣跟他說 就是他那個有多少% 例如他bucker是80%的 其實我們都有些 因為他有了 guide line 你跟加拉講 我們會把 guide line 截錄給醫生 跟他講 就是告訴你 十年的機會 就80% 那我切不切了它 你自己 那你自己決定 你要不要切 85% 要不就是 切了它的預防性 另外一個方法就是 不停地驗 那驗些什麼 那我會不會驗得來 我都中複射 然後變異 都不會 你夾空很少 夾空很少 的超聲波 卵巢 其實都沒有輻射 就簡單一點 是的 大腸就複雜一點 大腸就辛苦一點 每年要照一次 但是這樣 以前我們 或者現在我們做法都是這樣的 我有蜥肉 就五年做一次 沒有蜥肉就十年 完全沒有蜥肉就是十年 五至十年 有蜥肉就看哪一隻 就是完全良性的那隻 就是五年左右 但是如果有蜥肉 是一年或者三年內 就要再照的了 就是看蜥肉是哪一種 有多毒 是的 那不如我做腸胃鏡 不如我是不是應該要做DNA呢 現在呢 是有家族遺傳那些才是 因為大腸癌就特別一點 它和飲食習慣 那些是環境因素 就是那個關係 都是多於乳癌那些性的 就是家族就算沒有 還有家族那個 腸癌基因相對上是少 是的 十個有一個 大概是屬於家族遺傳 所以你驗不到有 不代表沒有腸癌 所以腸癌篩選都一樣要做 其實 是的 就是總括 就是每一個癌都有分別的 就是錢利斯癌也是 錢利斯癌 經常這樣去驗 那些也是一個很大的 對 就是就是 對 你說到半年至一年 我覺得很煩 我驗完之後 又覺得我不驗 又好像死癌一樣 癌一般是比我年紀大 那些獅子生的 那它大到很大 那它又生得慢 可能個人死了 那個癌都沒有發出來 所以都是有一個 就是要談 總括 如果我不要看價錢 莊醫生 建不建議一系列驗完 普通人不會這樣做的 你想清楚 或者一定是 有家屬那些 就一定會想 很清晰 那就是說 最好就是你有家屬歷史 就強烈去提倡 是的 尤其是多過一個 那你就真的要想 那今集就麻煩各位 一段片尾也會有講 一個真的軟癌理常見 真的會鼓勵去驗 這個基因 因為那個比較普遍認受 就是多一點的數據 以及已經是正在用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想知道 你們可以WhatsApp 在Facebook找我們 那今集麻煩了博士 謝謝 拜拜 好 軟癌真的會遺傳 我們發覺大約有10%的個案 是因為遺傳性軟癌而引起的 而有這個遺傳性軟癌的基因 我們會增加大約10倍的機會 是患上這個軟癌的 因為我們一組的基因來自爸爸 一組的基因來自媽媽 所以我們是有50%的機會 會從父母得到乳癌這個基因 當我們知道我們有沒有遺傳風險之後 從而可以幫助我們做一個好的面對 一個好的決定 我們不一定個個都需要 像安祖年拿祖禮一樣 就是將預防性 將我們相遇去撤除 減少患乳癌的風險 有些病人會選擇保留乳房 去做一個定期的篩選 包括每半年去做一個 乳房的磁力共振 以及每半年去做乳房造影 加超音波 另外我們亦都有發學 荷爾蒙治療 去減少乳癌的發生 因為當我們能夠早些去發現 病向前中醫 醫療的機會都要大很多 是有的 當然我們最常見的是 BRECA1和BRECA2 這兩個基因的特變 但是我們亦都有其他 例如P53或者P10這些情況 例如我有個病人 他發現有甲醜絲癌 亦都有軟癌 我們會向起一個警覺 究竟他會否患上 Caldans disease 從而有P10的基因改變 令到他有這兩個病 我們便會幫他做這些基因的測試 我們會看病人的個人史 病歷和家族史 從而去決定 他需要不需要拍攝更大的Gene panel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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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